字幕提供 咦 勇哥 這輛車看起來這麼熟臉 我們之前是不是試過的 我猜你當然是說之前我們試了一輛豐田的BZ-4X 是呀 沒錯 其實這輛車是Sobaro推出了不久的Sotera 也是BZ-4X的姊妹車 但是它的外形真是七八成相似 這輛新車有什麼特別的 先不要讓我騙你車子 其實駕駛上手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不如我們先上車慢慢試 再告訴你什麼特別 OK Let's go 這輛Sobaro Sotera 是與豐田Toyota共同研發首部電動車 Sotera底盤名為ESGP 設計與BZ-4X的ETNGA相當近似 而外貿方面 Sotera車頭的設計意念幾乎與BZ-4X一樣 都是採用了取頭式的設計 頭燈兩邊都有大大塊的防刮板 不過車頭就改為C字形的LED燈 配合了車尾C字尾燈 以及利落流暢的車身線條和後擾美翼 比起BZ-4X設計更加充滿動感 而且同樣與Panasonic合作研發專用電池 加上車身內外 就連電池都是日本製造 再細心看看這輛港版的Sotera 其實有很多地方與BZ-4X不同 首先港版是雙馬達四驅版本 比起我之前試的BZ-4X前驅版本 無論馬力和扭力都有很大的分別 Sotera擁有217匹馬力 336Nm扭力 0至100Nm加速大概6.9秒 單體數字好像比BZ-4X少少 但實際開起來都有很大的分別 Sotera搭載的SAWD左右平衡式全時四輪驅動 駕駛時全時操控入彎 或者上落斜的力度 表現都更加熟滑 比起前驅的BZ-4X 駕駛感更加出色 另外新加入的X-Mode越野模式 利用五段爪地力控制系統 走來地野外時 四輪更加貼地 減少打滑情況 非常適合off-road時使用 而且Sotera降低車身重心 提高車身剛性 而且擁有大約210mm的高離地距 配合墨花繩雙搖臂懸掛系統 過彎時更加四平八穩 使用了專為電動車設計的ESGP底盤 車身約4.69米 闊大約1.86米 高約1.65米 配合2.85米超長軸距 比起很多同級的電動SUV更加大 Sotera另一個比BZ4X更加有趣的賣點 就是擁有三種不同的駕駛模式 包括Normal、Power和Eco Mode 不過我覺得Power Mode 只不過是踩電門時反應快一點 沒什麼特別 反而Eco Mode 省電之餘 而且有不錯的加速力 更加實用 另外Sotera追加了動力回收控制撥片 駕駛時可以調校不同的電力回收力度 實際使用時 比起Tesla的回收力度更加柔順 不會太搓 這東西值得一會 而且當設定最大回收力度時 還會自動啟動One Panel Drive模式 可以更加充分利用滑行時 最有效率的電能回收 增加續航表現 Sotera採用了71.4kWh的Panasonic電池 最大續航力在WLTP計算下達至465公里 而且支援150kW直流快充 最快30分鐘充滿80%電量 非常足夠用 和BZ4X同樣有一個多功能真皮軚環 不過Sotera以方形設計相當特別 還有12.3吋輕觸式多功能屏幕 7吋數碼儀錶板 以及無線Apple CarPlay等 不過整架車的車椅就以布藝設計 和BZ4X的人造皮椅 奢華感就差一點 無論前座後座都有熱意的功能 不過就沒有很多車主都想要的冷耳功能 這個就可惜了一點 安全系統方面 Sotera就做得很軸 配備預警式煞車功能 安全離座警示系統 倒車自動煞車輔助系統 以及盲點提示等等 另外亦都配備360全景拍車鏡頭 電子倒後鏡等等的設備 都相當之不錯 這個Sotera就和BZ4X一樣 有一個超長的軸距 好像我這樣 現在拉著腳 還有很闊的Lickroom位置 這東西都相當之好 但對於我來說 可能是比較長 坐在這裡的座展不夠高 高身一點點 就不太承托了整隻大腿 有少許腳的感覺 這東西就差一點點了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還不好 我聽說應該沒有你那麼長 沒有太承托的感覺 而且它後面的設備都相當之齊全 譬如有USB充電位 有獨立的出風位 亦都有暖凳的功能 還有手枕等等 都相當之齊全 而且它的後尾箱容量都相當之大 有452L的 雖然它沒有腳踢尾門 但它也保持電動尾門 這東西都可以 正常發揮 我們現在試駕這輛Sotera 馬力是17匹 比起這個Toyota BZ4X 馬力好像是多一點點 但你會否覺得 我們現在車駕車的馬力 好像跟之前有點不同 好像都會比較有力一點 對呀 因為始終它的四驅馬力分佈 比較平均一點 尤其現在我們紅雨的情況之下 濕地情況之下走 這輛車都相當之順暢 不會有些輪胎打滑 又或者會有些不舒適的感覺 我覺得整輛車 無論力量分佈或乘坐的乘坐 都比一般BZ4X 其實這輛車的動感會更大 我覺得隔音方面 隔音方面是不過不實 亦會聽到有少許外面的風噪音 風噪聲 而且現在下雨下降得更大 外面的雨聲都比較大 對 風噪聲都比較大 但有一件事我覺得比較特別的 就是這輛車跟BZ4X最大分別 BZ4X跟車買車時數20吋 但是它的懸掛是比較偏遠的 坐起來我們嘗試覺得我們沒有那麼舒服 我們走斜路、泥路、多石仔路 會完全感受到地下的疾當 是呀 這次雖然鼻震比較硬 但是因為用了18吋太力 它的胎部比較弱 令到坐的時候反而舒適度高了 即使我們剛經過一些爛地路 都不太感受到地面震動 而且轉彎時都頗穩固 我覺得這輛Zotera 比BZ4X的感覺比較好的地方 而且這件事比BZ4X特別 你留意到現在我看著這個渡後鏡 是一個電子渡後鏡 是嗎 現在下雨、紅雨的情況下 如果用普通的渡後鏡 其實後面很難看 沒有呀 這裏一點水都沒有 對 用電子渡後鏡會看到後面很清晰 很清晰 而且又可以調校角度 放大縮小 我覺得這個電子渡後鏡 也挺大 對 比我試過之前的其他電子渡後鏡 都更加不錯 但如果不習慣用電子渡後鏡 可以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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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開過Power Mode 對呀 因為現在下雨太濕 我不是太敢開太靠的打壓力 對 但Eco Mode之下 你會感覺到車是很有力水去的 也有些推背感 是有少少推背感的 而且我剛才說 這樣馬上彈後了 對呀 就是這個 之後原來你跟我說是Eco Mode 原來Eco Mode已經可以去到這樣的效果 都相當不錯 這輛車再多型的就是 比BZ4X更多型的就是 這個有撥電力 那這個撥電力為甚麼呢 因為BZ4X我不明白 為何一個電動車竟然不能調校活電力度 而這輛車又可以設定 在撥電中設定四個不同的活電力度 當我調校到最大時 車也不太錯 我現在用最大的自動迴電 其實這輛車不會感覺到 突然間撥電力度 不會突然間 因為你試過坐Tesla那些 如果放腳油 你就會看到 你突然撥了一下 那些感覺沒有那麼舒適 都會有些時間習慣 我覺得它的調校回電力度 這件事做得不錯 雖然Zotera和BZ4X的外型很相似 但兩個性格很不同 BZ4X給我的感覺 就像很平平穩穩的家庭房車一樣 而Zotera就像充滿野性的四驅車一樣 Zotera的售價和BZ4X差不多 不過各自各有Fans 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車迷 不妨預約了 試駕車 再考慮選哪一輛 都未遲 小朋友才會做選擇 我兩件事都要浪費 好 幫你開單 是不是要兩輛 OK 好 去吧 好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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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